大家好,今天是7月15号 今天,德国总理默凯访问美国 下午呢,他将和拜登一块举行记者招待会 根据白宫的资深的官员 麦克·此行呢,其中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 美国和德国联手起来来对付中国 德国呢,是欧盟中间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它虽然在贸易上跟中国呢,合作很频繁 但是在人权议题,地缘政治议题 新疆、台湾、南海等等议题上 跟美国呢,高度合作 这也是呢,拜登上台以来 他的盟友外交啊,取得的又一大成功 那下午呢,开完记者招待会 我们就知道一些具体的细节 美俄联手来对付中共强权 这几天,习近平日子过得很不舒服 原因是,他在新疆、台湾、南海等诸多议题上 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迎头痛击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日本表现得空前强硬 日本发表了国防白皮书 大有要誓死保卫台湾 不惜跟中国决于死战的架势 美国呢,现在对台湾大有要派军队 驻扎台湾的迹象 昨天美国的军运运输机呢 又一次到达了台湾 这次呢,是给台湾的ART 就是美国在台协会送包裹 这是自上个月 美国的军运运输机运送三位美国参议员之后呢 今年第二次的美军军运飞机到达台湾 那自从美军撤出台湾之后 实际上美军的飞机呢 这段时间呢,频繁地降落在台湾 比较有名的是2015年 两个大黄奔战斗机停留在台南机场 那美军呢,为什么频繁地派军机到台湾去呢 主要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呢,就是维持一个军事力量的平衡 中国你的军机不断地骚扰台湾 那美军的军机呢,也要来帮助 也要振奋相对 维持军事力量的平衡 第二点呢,就是测试你的底线 你中国的权,你不断地叫嚣 一旦外国的军机降落在台湾呢 我们就发动战争 但是我们不断地 刚开始说是事故啊 或者是救灾我们停留在台湾机场 那现在呢,就太平凡了 日常化了,让你习惯了 在第二种情况下呢 发现中共政权也只是口头谴责 国台办,外交部 这些小冯红 这些一和团们 在网上喊一喊也就算了 所以美军呢,这样做 也是测试你中共政权的底线 看你有没有底气来发动战争 那第三一点呢,实际上就是温水煮青蛙 中共你是温水煮青蛙 逐渐的要统战渗透台湾 那我们呢,也要温水煮青蛙 慢慢慢慢的,我们从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 我们让你最后习惯了美军飞机到台湾之后呢 最后大批的美军呢,就进驻在台湾 进驻台湾的那一刻呢 哎,你就像今天一样 你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说美军进驻台湾 美国的军机呢 不断的降落在台湾呢 以后大家会习以为常 其实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呢 实际上是非常频繁的 我在美国南部做牧师的时候 旁边就有一个空军基地 那台湾的军官呢 经常来培训 有些军官呢 还到我那个华人教会来 礼拜天做礼拜啊 其实这些呢 都媒体没有公布 那以后呢 媒体会逐步的公布 美台之间的军事的交往 日本这几天 在台湾问题上口气越来越强硬 7月1号习近平发表讲话 矛头支持台湾 台湾问题解决呢 就实现了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们 那么7月5号呢 日本的服务事偶像 马森泰郎发表演讲指出 如果中国侵犯台湾的话 那么美国和日本 必须联手起来防卫台湾 那这句话呢 置地有深 也说明了背后呢 有美国的支持 那日本呢 现在实际上就成为 美国在东亚的代理人 美国直接的跟中国叫板呢 谈论战争的问题的话 宣战的话 那会引发世界的动荡 所以他必须要找一个代理人 这个代理人就是日本 日本呢 为什么口气这么强硬呢 就是因为有美国在后面撑着 那前天呢 日本的国防部又发表了 他的防卫白皮书 每年发表一次 去年发表防卫白皮书 那个分面是一个樱花 象征着和平 那今年呢 这个分面变成了一个武士 象征着这样一种男子汉气概 不惜武力来抵御侵略 不惜一战的一种英雄气概 这是日本的国粹啊 日本的这个精神所在 那国防白皮书里面特别强调台湾问题 啊 又关日本的国家安全 也又关整个世界的国家安全 那去年 那个白皮书里面 台湾问题都放在 啊 日本和中国的这个 关系里面 但现在呢 它放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里面 可见呢 台湾问题牵涉到 国际的这个秩序 而日本和美国呢 站在一块 美国来撑这个日本 美国来撑台湾 所以拜登上台以来呢 在台湾问题上 实际上表现得更加的强硬 而且在经济方面 已经展开谈判 美台经济一体化 很快呢 就是因为一个现实 啊 所以 拜登政府呢 他在台湾问题上 那会更好的 把这个日本 南韩 还有台湾周边的这些民主国家 都拉进来 在印太战略当中 啊 把台湾呢 给托起来 保卫台湾 到时候你习近平呢 如果打台湾的话 那你就是要跟印太战略的这些国家来作对了 你要跟北约来作对 你要跟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来作对 你到时候还能打吗 不仅台湾 在新疆问题上 民主党政府也是更加的强硬 民主党呢 他特别注重的就是人权 人权这个议题呢 更容易联合盟友 更容易呢 打准这个要害 那在新疆问题上 昨天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就对美国的这些企业个人呢 进行警告 说你跟新疆做生意呢 就要承担风险 美国国务院联合了贸易部 商业部 国土安全部 共同发这个通知的 意思呢 就是你跟新疆的任何的经济交往 产业链 供应链 你参与到这个新疆进去的话 那以后呢 就有可能呢 我们要把它中断了 中断之后 你就承担经济的后果 另外一份呢 我们看到美国的参议院啊 昨天呢 也通过了一个法律 这个法律就是新疆的反这个强迫劳动法 这个法案呢 很快在中业也通过 通过之后呢 拜登签字就成为法律 这个法案呢 是更加的强硬 就是跟新疆彻底的经济脱钩 所有的新疆的产品 全都我们禁止进口 所以说新疆先经济脱钩 然后呢 以人权的理由呢 对中国的所有的产品呢 我们也禁止进口 那这样的话 就是跟中国人权的彻底的一个经济的脱钩 在川普时代呢 很多人都希望进去脱钩 但是川普呢 他还想买中国的大豆吗 他那个第一阶段协议呢 实际上最后中国政府呢 根本就没有兑现 加上这个疫情 当时呢 他打贸易战的目的呢 也不是为了脱钩 但是呢 拜登政府 他们呢 以这个人权为理由的话 那现在新疆就是一个实验田 那以后呢 各种中国的人权 灾难人权错误 我们算一个准账 那你中国所有的产品呢 我都可以禁止你来 进口到美国来 另外 这个民主党政府呢 他也特别重视的 就是这个气候变化 那中国是这个碳排放量 最大的国家 那尤其是这个钢铁产业 现在美国的这个民主党议员 就提出对这些碳排放量 大的这些国家的产品呢 要征收关税 那中国的这些产品啊 大部分也都是碳排放量 环保方面不及格的 所以要再一次要进行征关税 那么呢 中美经济脱钩呢 在民主党政府呢 也有可能实现 当然实现的理由呢 不是经济不平衡 还是人权的理由 还是环境保护的理由 还是气候变化的理由 所以在新疆问题上 我们会看到 中国政权 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为新疆这个问题呢 太恶劣 准足灭绝 反人类罪 那他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呢 美国和欧盟呢 会联合起来 推出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 现在呢 就是政府层面 外交层面抵制北京冬奥会呢 已经达成一个共识 那运动员可以参加 在政府层面 外交层面 绝不参与 这样的话 对希特勒 习近平这个 希特勒呢 他想做希特勒 这个梦啊 也会打掉 希特勒呢 就是爱战前 办了一次奥运会啊 风光仪式 那给习近平 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他 所以说对他呢 再狠狠的打一次的脸 另外在南海问题上 习近平也遭受的打击 美国在国际海牙法庭 关于南海裁决五周年 就是2016年裁决 那么到现在呢 是整整五周年 这个日子呢 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个声明 坚决的否认 中国政府对南海的 所有的主权 你的那些所有的人工岛啊 都是非法的 你的所有的海权主张啊 也是非法的 而且昨天呢 美国国务院布林肯呢 也召开记者招待会 说会联合东盟的这些国家 一块来对付中国政权 它的海上的霸权 那东盟这些国家呢 就包括深受中国呢 不断的侵略骚扰的 越南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还有泰国啊 这些国家全都给联手起来 来对付中国政权 所以这一届的美国政府啊 它特别注重的是盟友 团结就是力量 大家团结起来呢 就有力量来应对你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在大选之前啊 说这个拜登呢 不会反攻啊 拜登就是别收买了 那往完全全是谎言的 其实呢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 最关键的是 看这个国家 它本身的目前的形势 国际关系当中的地位 就像最近呢 白宫的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 他出了一本书啊 叫Long Game 就是跟中国的长期的一个游戏 这本书里他就指出呢 并不是习近平一上来 就中国呢 才有取代美国的野心 其实这个战略呢 在邓小平时代就有 只不过那时候国力弱 所以他伪装起来 所以他要掏光隐晦 其实到胡锦涛的时候 随着中国的国力呢 已经很强盛 然后美国这个金融危机啊 发生很多事情之后 胡锦涛的时代就开始积极的要有所作为 那时候在中国就创造大国崛起啊 国家怎么样要进一步的 具有国际的影响力啊 国际的领导力啊等等 这些呢 在胡锦涛时期就开始有所动作了 那到习近平呢 更加的加剧了这样一种进程 因为习近平这个人呢 本身就越南自打 但是他的个性呢 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最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你国家的国力 和你目前面临的形势 就是啊 在去年大选的时候 选另外的一个人的话 那另外的一个人呢 他对中国政权 他选择的对外政策 也肯定是非常强硬的 因为中国崛起之后 对美国的领导力 产生了巨大的一个挑战 这样一个国际问题呢 每一个政治家 每一个国家利益的代表人 你总统呢 就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啊 你必须呢 要处理 必须要采取 对抗中国政权 与中国呢 全面竞争的这个战略 所以拜登呢 无论他们怎么造谣 怎么诽谤 其实呢 他上台以来 对中国政权呢 可以说比川普呢 更加的强硬 更加的注重 实实在在的方法 更加的联合这些盟友 尤其是联合欧洲 那川普是在呢 跟欧洲的关系搞臭了 本来中国啊 他就是要拉拢欧洲来对付美国 他就长期在这做这个工作 所以在川普呢 去年底 快要下台的时候 那中国的目的就达到了 他跟欧洲就签了一个 中国协议的一个草案 可惜呢 拜登一上台 通过人权的问题 跟欧洲搞定了关系 然后叫欧洲来制裁中国 然后欧美联手来对付中国人权 那中国和欧洲联手的计划就炮塌了 那如果现在川普还连任的话 那欧洲呢 还是有可能跟中国联手来对付美国 所以说在整个国际的大战略上 拜登呢是对的 那在中国的具体问题上 在新疆问题上 更加的强硬 在台湾问题上也是 虽然呢 在口气上 这就是民主党的一个风格 口气上不是那么强硬 但是他们愿意实实在在的做事 我们中国人呢 很多人他不懂政治 他只懂这个宣传的语言 看谁说的好 说的漂亮有气势 但那些人呢 往往做不了事 而且很多这样的人呢 往往就是骗子 中国人呢 经历了太多的欺骗 到现在呢 还没有清醒 清醒的呢 只是一小部分 可惜太多的华人呢 在中国接受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欺骗 但是到海外来 大大小小的骗子们 支持骗他们 其实呢 拜登呢 我为什么呢 支持他 主要是我看到 那美国的政府 你不支持 你还支持谁呢 再一个是呢 拜登是也是比这些骗子帮啊 全面的侮辱 诽谤啊 就跟我一样 我也是比他人侮辱 诽谤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呢 激励 要把他的本质 本来的面目呢 给归正出来 让大家了解真相 而不是以谎言那来 反抗谎言 用谎言来推翻中共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实实在在的 以理性 以真实 来抗击中国政权 这样的话 我们的民主事业 才能最后取得成功 否则呢 我们害怕谎言 逃避谎言 或者说我们呢 自己就在那里制造谎言 宣传谎言 或者是比谎言所欺骗 那最后呢 我们什么都不会得到 中国呢 就是发生革命了 换上的 同样还是叫毛泽东一样的 大骗子 大谎言家 那不是我们的目的 好 我们今天呢 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评论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 by bwd6 请不吝点赞